到多少啊? 你幾歲啊? 你的三圍是什麼啊? 你為什麼可以那麼漂亮啊? 初戀了,哇這真的很私人耶 一杯平均收入有多少啊? 幾百塊美金吧 沒有十倍二十倍,你得人多久了 可恩,你結婚了沒有 今天這個泰色環境真的是超舒服,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什麼功課都不用做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80千Q&A 所以今天呢,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天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拍過Q&A 現在才來拍呢,其實我現在看回去 我的account應該超過80千了啦 在拍其實是因為之前我Christmas的時候 所以什麼都沒有做的 我去放假了 Yay! OK,之前我已經在Youtube post了一個 請大家去發問問題的 其實一開始喔,我真的是覺得 應該沒有多少個人會發問啦 但是,竟然也有蠻多的問題 我也是很surprise 所以謝謝大家踴躍發問問題 我愛你們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去看什麼問題喔 我打算用最真誠 最自然 最natural的反應去回答大家 開始吧 開始第一題,這是你一個80千的Q&A 可恩,你想對支持你的粉絲跟觀眾說一些什麼 沒有話可以講啦 只有愛你們這樣 摸摸答真的 因為如果沒有你們喔 我的頻道都不會到80千 所以我只有愛大家這句話可以講 真的 我都要賺80千的時候 可恩是你的真名嗎? 呃 其實是我的真名也不算是我的真名 但是我更喜歡毛 其實,為什麼我之前有名字叫開祥喵 那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毛 但是狗我也是喜歡啦 我最喜歡的狗叫做 Sausage dog 我最喜歡的狗叫做 British short hair 可恩是什麼星座的? 幫你算一算 咦 有人幫我宣明喔 免費的 我不客氣了 我不要收錢啊 我是4月14號生日的 大家應該知道因為我放出來 然後我是白羊座來幫我算命的 在場的算命師 塔羅牌師 什麼的 紫維斗數的 然後幫我算一算 我會不會賺大錢啊 你發達 我付錢了我 可恩,有打算考Terry Open Water嗎? 喔~~ 我喜歡這個問題 有,其實我之前咯 去Sampona的時候就想要去考的 然後我想著 第二次回去的時候我就去考了 但是結果就遇到第二次的CMCO 所以就瘋了啦 然後沙巴那時候也疫情大爆發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去 我很想念海邊 可恩有沒有想要和別的科技主播合作 除了Hillary以外 Hillary感覺offended 為什麼不是她? 科技主播其實真的有 我從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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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入行的時候 就很想跟一個很著名的台灣的科技博主合作 他們就是電踏少女 然後其實之前我也是有跟他們拍過影片 就是語恩還有Emma他們 真的很喜歡他們的風格 那如果是中國的話 我很喜歡中文者 中國快男大家都稱他的 然後我是快女喔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我們兩個應該是一配的 我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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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為華為的親女兒 你認不認識快男中文者 我就猜到一定有這題 大家一定會講這個華為親女兒的東西 表面誠意上面是認識的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發生過一個小段的差距 就是我在一個門口等他 他在另外一個門口等我 就是我們要合照 結果我們真是沒有緣分 我們就錯過了 可是我想中文者 可以跟我認識啦 中文者 我是可恩 嗨 我就是在門口等你的那個 就是想跟你合照 凱欣 嗨凱欣 我認識喔 其實我們之前在拍干爹夜配吧 就認識了 其實我覺得凱欣者做得很好 他本身是一個 他念Engineering的嘛 所以他對科技產品 電子產品他都有一點認識的 然後他們真的是進步到很快 很棒 他們做得很好 哇這個真的好多好多人問我 我之前我寫過這樣長的文章去解釋 我之前拍過這樣長的影片去解釋 但是還是有人問我 第五個Link 就是來整件事幫我出Link 發出我之前的影片的畫面 就是為什麼會離開叻 三個字喔 不甘心 我以前一直在想就是大家會記得Zing Gadget的可恩 但是到底我離開了之後有沒有人會記得 可恩 我想要在30歲之前去試 趁我還年輕的時候去穿 真的 我都一直很鼓勵年輕人去趕趕去嘗試 跳出功夫之後 有人就是問你說在出社會工作之前 是在哪裡念書的 讀些什麼科系 喔這個好多人問我啊 我是在Seggy University College念的 就是Gottadaman Serra那一間 然後我念的是大眾傳播 我主修的是廣播性 比如可恩 你的身高多少啊 你幾歲啊 你的三圍是什麼啊 你為什麼可以那麼漂亮啊 身高可以講 一流少 體重可以講 不是Sepa OK 有包小數嗎 有包小數嗎 有點心虛這樣子 還有什麼 三圍 Sorry我都沒有講 因為我也不知道 可恩為什麼你可以那麼美 我要是叫我媽媽 是叫我爸爸 給我良好的基因 可恩明明可以靠顏值吃飯 為什麼會選擇做這一行 明明我是可以靠顏值 為什麼我要吃這行啊 除了靠顏值之外 我要證明我也是有頭腦的 我就是不要成為一個花瓶 我是實力派 可恩喜歡吃油條嗎 不喜歡太油 你最近有在玩什麼遊戲 不是最近 我一直有在玩的叫做Cooking Battle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 我心中的甜蜜是不會懂的 可恩住哪裡 心 你心裡 我對可恩的感情史有點興趣 可恩願意分享下你的感情史嗎 有拍過頭 然後有分過手 然後又拍頭 然後又分手啊 你的初戀是在什麼時候 初戀啊 哇這真的很斯人耶 初戀啊在我的中學 粉彎 哈哈哈哈 很年輕就學了點拍頭 可恩你結婚了沒有 你沒有要指中指 是不是 無名指 Hello各位 我現在是還沒結婚的唷 你為什麼長得像我前女友 這個就是那種打傷人家的 那種問的那種問題耶 我不會打SKIT 華為 Mate 40 Pro和P40 Pro 哪一個比較值得買 本人對拍照和黑科技都很喜歡 就是我個人推薦Mate 40 Pro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很想Mate系列 而且我個人覺得 其實他們的相機的那個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拍出來的感覺總是會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比較喜歡Mate出來的成像 無論是細節也好 還有人像拍攝也好 加上Mate是比較多黑科技的 所以我推薦你選Mate 華為MatePad 2399 還是華為MateBook D15 哪一個比較值得購買 我個人是覺得 這是兩個不同的需求 Tablet的話其實是主要在娛樂性上面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要工作用的話 不推薦學生去選Tablet 學生的話還是要選回Laptop 因為你做PPT啊怎樣什麼東西 都還是比較方便的 Tablet比較適合什麼樣的工作情況咧 就是Salesman要常常跑外面的 需要輕薄的 所以或者保險的 Insurance Agent 他們都比較適合這樣子的東西 我也想要有關係啊 我們怎麼可能有關係咧 鎖的咩 MateBook 14 對於大學生來說合適嗎 合適啊 第一 就是它功能上面其實都蠻不錯 然後它又有Touch Screen 然後它還有這個Fingerprint Unlock 二合一的 然後還有華為的這個 華為Share的一碰傳的這個工人 非常非常適合大學生可能做assignment上面的東西 所以價錢又美 所以可以買 就是跟你求助 希望你可以幫得到他們 可樂你推薦什麼自拍手機 請回覆 急 感到好感到好感到好 如果你是急的話 你就不要在這邊問了 因為現在82千了我的YouTube 我現在才拍80千Q 怎麼可能急救到底啊 我也hello 騙我啦 如果電話焊機要怎麼辦 Mistar Dirty Sun 應該是可以啊 放米缸 想知道你最常用的Smart Watch 因為最近想買哪個買版 我剛剛脫下來的 因為擋到我的衣服 我最常用的應該是這個華為的這個Watch Fit 因為它很好配 然後還有Watch City 2 啊沒有啦 就這樣 你最喜歡什麼電話 你現在用著什麼電話 我現在用兩台手機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常常也是有講啦 一個Main的 一個Second的 然後其中一個呢 就是華為的P40 Pro Plus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iPhone 12 Pro 為什麼有兩台呢 因為主要是我工作上面 測評需要啊 對比需要啊 然後還有就是拍照需要啊 各種需要啦 可能手機要怎麼用才不會耗電 不用 最省電 Yeah Yeah 就是要回到這個 哈哈 可能有想過要買新車嗎 換車了嗎 有看我的影片 就應該知道 我現在家這個是紅色的阿西亞仔 其實真的真的是有想過換車 但是目前還沒有物色到一個 我自己很有Kick 很有Om的那一輛 所以我會繼續物色 所以你開始在成立自己的頻道上呢 有遇到什麼樣的挑戰或者困難了嗎 呃 一開始其實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沒有人看 哈哈哈哈 沒有人訂閱 沒有人看 這是我覺得每一個YouTuber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要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 keep著去做 那時候我是keep著做 你只要一直努力用心去做 每一個影片你都付出真心的話 一定會有人看到的 越努力越幸運這句話是真的喔 那請問做YouTube辛苦嗎 有想要放棄做YouTube嗎 如果你不做YouTube 會做些什麼職業 非常辛苦 你們一看到我們吃喝玩樂 很爽賺大錢 是不是 你知道我們背後付出多少嗎 我沒有放假的 你知道嗎 我們從早到晚就是一個電話 你一直要回一直要拍片 拍攝大家都知道很難 簡介難 拍攝難 想搞難 而且這些全部東西都是我一個人包辦的 那如果我不做YouTuber的話 要做什麼咧 我以前想過空間 哈哈哈哈 你多麼笑我 哈囉 去開cafe 或者開一個服裝店 OK 接下來就有一堆問題 是問關於做YouTuber的收入的 最少是多少美金一個月啊 一個月平均收入有多少啊 在YouTube平均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啊 這個很難講 因為喔 你勤勞的話可能你就會比較多 不勤勞你就可能比較少 所以平均的話我自己可能是一個 幾百塊美金吧 對其實也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多 沒有十倍二十倍 你得那麼多了 幾歲開始賺到你的第一桶金 你怎樣賺到的 第一桶金的定義是什麼錢 一百千還是一百萬還是十千錢 這樣子啊 這樣子的話我大概是 呃 六年級的時候就存到了 shilling嗎 一多也我也存到 六年級就存到了 想問問可恩 聽到以後還會接觸除了開箱以外其他的風格嗎 你可以拍不一樣的系列嗎 比如ASMR VLOG 哈囉 你一定是沒有看我影片喔 啊哈囉 我剛剛最近才放小一個ASMR是和牛的 然後在之前上一支ASMR是吃Grad food的 然後除了開箱科技產品以外 其實我也有拍車的 你們又是沒有看到 我一個新的playlist叫做 呃 女生試駕系列 就是去test不同的車 我目前出了第二支影片啦 期待第三第四支啦 然後還有我的熱場VLOG喔 大概目前是這樣的四個系列 除了經營Youtube頻道之外 你還有做些什麼工作嗎 呃 我目前是一個全職的Youtuber 然後其實我還有一個工作 就是全職的睡覺人 那你都會恢復粉絲們的私信嗎 我不敢講一百巴仙啦 80%到85% 會 可恩對於乾爹業配吧的成績 有什麼感想 很滿足了 真的拿到第三名我真的很滿足啊 很多人可能覺得 我值得更好 或者我不值得 但是我覺得第三真的很開心 我很棒 看了你在乾爹業配吧裡的 一日和爸爸的生活 才知道你也是來自小康之家 但是這過程你是怎麼走上Youtuber這條路的 因為總感覺Youtuber是有錢人的玩業 畢竟生活需要錢 才會Youtuber不是一兩天就可以賺到錢的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但是其實老實講 你沒有看我影片 你們都知道我家其實 不是什麼有錢人家 真的是如影片你們所看的 我家真的是小康之家 我們還曾經因為金錢上面的東西 家裡面會吵架會怎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剛開始 我真的不建議大家 全心全力把你全部東西丟進去做 因為你可能會吃大便 這個跟我一開始也是擔心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是 不要放棄你們原本的工作 你們麵包重要 夢想重要 也重要的話 你們就兩倍一起去施行 慢慢去做 一個禮拜一支 兩個禮拜一支 或者一個月一支也好 慢慢等到你有一些成績的時候 你才辭職 你不要冒冒然辭職 因為這樣都會吃大便 我不建議 可不可以拍一集 用廣東話來做呢 香港的朋友 HiHi 其實我之前都想過想拍廣東話的 但是想不到會有拍什麼 你就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然後我就會拍咯 對未來的發展有什麼指畫 這個是一個非常廣闊的問題 對未來的發展 想要做的更好 想要做到更多人認識 想要做到更紅 然後賺大錢 你有收intern嗎 目前我的公司規模還比較小 暫時還沒有 但是未來會有 如果我到時請intern的話 大家記得來intern吧 跟我一起工作 可恩姐姐 你的新年願望是什麼 分享一下唄 我是妹妹啦 我的新年願望就是 世界好平 身邊的人都健健康康 真的這個是我的終極願望 可恩2021年的目標是什麼 2021年的目標是 創造更多不可能 還有 達到我的200千subscriber 大家幫幫我分享出去 我要當上200千 希望2021年可以到200千 因為100千蠻靠近的 我們目標要遠一點 好啊我的80千QA 終於問完了耶 這影片真的是超長超長超長 應該是我youtube裡面最長的一支影片吧 謝謝大家看到這邊 來到2021年呢 其實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我不會假要 我去做更多的內容給你們看 然後想這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看很多的次 我是可恩 下次再見 拜拜